報道報道 報道報道 我來報告 大家好 我是報告人介文吉 蔡英文不敢在公開的場合 直接集席的演講 這是有名的 最近她參加一些島內的一些 選舉活動 造勢活動 她照樣怎麼樣 靠獨搞 其實選舉的時候掌握氣氛 這個見機行事 看觀眾的反應 然後講出最適當的話 這是參加選舉的人 基本上應該有的基本的能力 可是蔡英文居然在這樣的場合 也拿一個讀稿機 而且這個讀稿機 每一個字大的跟她臉一樣大 所以很多網友在這邊就在嘲諷她 說真的是探為官子 說難怪要保密三十年 就指她的論文 也就是說 如果說你有博士論文的話 怎麼可能只會照讀稿機讀 你肚裡有一點點墨水的話 你講出來也可以講出 頭頭四道的一些事 那麼有些情況也不是這麼複雜的 你也不必什麼事都要靠 要靠你的下面人幫你寫好稿子 然後你就照本宣科 念完就走生 這不是你今天擔任這個職務 應該有的表現 那很多人就要懷疑她為什麼會這樣子做 我自己的看法是第一個 蔡英文她現在的情況是 極度沒有安全感 為什麼極度沒有安全感 事實上她目前的很多走向 政策的走向 事實上對她自己不利 因為你必須要把台灣弄得怎麼樣 安和樂利 大家都對現狀版意 大家都對未來感覺到安心 可是呢 蔡英文的六年的執政到今天 現在搞的台灣已經是天怒人怨了 而且不是台灣內部天怒人怨 對外還實時要看美國人的臉色行事啊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第一個島內搞的一塌糊塗 怨聲載道 那麼外部用美國人虎視眈眈 看著她叫她做東做西 她也不敢反抗 她已經完全喪失一種安全感 所以很多話呢 她就叫下面幫她擬 那麼她也沒有那個心情思考 情況之下呢 只要走到公眾啊 她就反正啊 就照著搞照著搞著讀 她怕她自己講錯話 因為她自己有幾斤幾兩 她自己心裡清楚 這個是古今中外 尤其現代 那麼實行這種 這種民選制的政治制度的地方 幾乎是沒有看見的 蔡英文是唯一的藝人 另一方面我覺得她 從小應該就是一個 只會在搞公鬥 那麼就私底下在柴面下 搞政治鬥爭 可是呢 走到大庭廣眾之下呢 她是一個行為舉止都會思錯的人 我們也看過她 在很多突然的狀況之下 人家讓她講話 居然吞吞吐吐 一兩分鐘 講不出一個字的情況 也就是說 她事實上 對於在公眾底下 她來敞開心胸講話 這不是她的風格 她一向都是怎麼樣 在桌面下 密室中決定事情 到了大庭廣眾 她真的是缺乏信心 她根本沒有能力 事實上 她 在念書的時候 我都知道 她在英國留學 到底有沒有拿到博士學位 真的 大部分人都懷疑 相關的這些資料 要封存三十年 不讓人看 這都是此地無零三百兩 也就是她根本 她的博士學位是有問題的 其實你如果稍微有點能力 而且認真的話 你要拿到博士學位 並沒有這麼難 那麼顯然她的知識水準 跟她的學術水準 就是沒有到達那個 可以獲得博士的這個程度 所以有這樣的一個領導人 所以台灣很多事情 就變成遮遮掩掩 怪事連連 這些都是台灣的亂因 因為一個人 牽一髮動全身 如果台英文 有這麼多這麼多毛病 心理上的 而且事實上的這麼多問題 那麼一切都是很虛假的 一切都是表面的 就跟她碰到事情 就唸一個稿子 就好像沒事了 所以過去台灣 事實上有經濟奇蹟 有社會奇蹟 有政治奇蹟 各種發展 都是很多人默默的努力 然後在這個很好的領導之下 所一步一步達成的 可是蔡英文上台以後 一切都在快速的 快速的毀滅當中 好的行政官僚體系 現在沒有了 過去台灣很自豪的 文官自主 文官獨立 現在你沒有靠民進黨 靠關係的話 你在文官體系 你是得不到什麼好的發展機會 那麼另外一方面 軍事體系 司法體系 也都在蔡英文這六年的這個 胡整亂搞之下 也都從基礎上受到了很大很大的影響 所以現在台灣真正有各種各樣的危機 有這些信任危機 有領導危機 更有兩岸之間的一種 戰火危機 這些都從哪裡來 就是一個無能 只會讀稿的這個領導人身上 產生的 所以呢 台灣真的是何其不幸 走到今天 選出了像蔡英文這一群的這些人 高高在上 只會喊口號 那麼談真的事情要靠讀稿機 這樣子的情況 既無真心 也沒有真材實料 台灣的前途 真的是沒有辦法不讓人憂心